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歡迎來到 出席康底 欣賞今天晚上的節目 不負責任的喜劇閒聊 接下來到我們要熱烈的掌聲 歡迎晚上的演員出場 請掌聲鼓勵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哇 非常感謝大家 哇 還有我們今天的演員 哇 這個非常感謝大家十點 哇 還來看我們這個新作的這個節目計畫 來先給自己還有現場的演員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好 來來來來來來 這會是等於是暴行就對了 對 暴行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不然大家不分中前我們也是 不知道要幹嘛 好啦 跟大家介紹一下 先問一下好了大家 那個大家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 或是想要聽到什麼而來的 你抱持著今天要聽這個好笑笑話的 有沒有舉手一下 還好的 都不得了 講一些嚴肅的東西 對 我們在講嚴肅的 好會 對對對 可是等一下會哭 我們等一下就是一個諮商師好不好 我們覺得彼此就會是像畢竟的動作 來 說出來 沒關係 好 先拿衛生紙 好啦 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這是新的計畫 因為我想試試看 喜劇演員如果在現場然後閒聊 就有像Podcast的感覺 分享一些 可能段子沒有講到啊 或者是他們有一些奇妙的想法 所以大家不要把他看得太嚴肅 或是想說 一定要丟笑點 你就當作是一個Podcast輕鬆閒聊 這樣子 所以大家 OK嗎 OK嗎 OK 強喔 大家好像有點害怕的感覺 對對對對 既然不是那種節目 就不需要勉強自己來 對對對 不如要確認一下 怕他這個說幹什麼都沒有笑話 Podcast的話大家可以把眼睛閉上了沒關係 我不是一個好 反正就更了解戲劇演員這樣子 來 確認一下 OK OK嗎 OK嗎 好 我是主持人 我是偉校單 今天就邀四位喜劇演員 來跟大家商討 所以一開始先讓大家多認識一下這些喜劇演員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的第一位 最收看的這位了不起 這個算是脫口秀界的前輩 站立方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然後呢也有在做這個集慶劇 然後呢現在是因為爸爸有小孩了嗎 就叫歡迎 大家博士掌聲鼓 歡迎收看我的Podcast 大家不是有Podcast嗎? 開玩笑你真的信喔 大家不是的話 雖然是我前輩搭我兩屆 然後Poker就做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有提說今天附中笑信 我也在講這個 大你兩屆 幫著人家的東西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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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前提的是附中的藍牆 哇 哇 他其實是騎士牌 那他只有他在意 所有人都在意 他要那個好像是這個爸爸嗎 最近在幹嘛咧 最近就是帶小孩 喔帶小孩 現場有這個是服務夫妻的嗎 喔有寫喔沒有 是爸爸已經是爸爸了對不對 帶小孩應該蠻辛苦的吧 還好 還好 還好他就坐在這裡啊 我還要喝巧酒 我還要喝巧酒 不行 又來了 我老婆知道你不很辛苦 我都不知道 我都已經喝我的這個巧巧 喔負責任喔 還會是夫妻嗎 他不是 喔是夫妻 喔OKOK 這樣爸爸會覺得很辛苦嗎 不會 不會 男人啊 等一下小孩在哪裡 小孩 有小孩嗎 小孩叫熱熱熱熱 你們在這個結婚多久了 十年了 十年了 很久了 那等一下結婚多久了 呃 我想一下 欸 太過分了吧 你要結婚忘記 兩年 兩年還可以忘記 他離婚了 欸這絕對會被罵爆了 這一定會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怎麼了 沒有沒有 因為我是先生小孩 才結婚 所以我那個有點 我要是想一下 我想我小時候小孩 大媽這樣小孩幾歲 小孩兩歲半 大了兩歲半 小孩大概 結婚大概也是兩歲 兩年 兩年 小孩 小孩這個是你的嗎 哈哈哈 時間是不是有點卡混 有沒有什麼這個訣竅 如果是爸爸 當爸爸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顧家 喔 要顧家 顧家 但我覺得是重點 他在講顧家之前 他的視線一直往左邊 對啊 要顧家 最近除了這個照顧小孩在幹嘛 呃 聽看Cas 喔 真的假的 最近聽一些那個啊 小朋友啊 什麼故事好好玩啊 什麼 什麼爸媽講故事啊 你會講故事嗎 講個 我就放 媽媽 我幹嘛講 我小朋友要聽故事 喔好 媽媽講給你 哈哈哈哈 我爸開始講給你 我們第二位來 第二位演員 我們歡迎這個 今天唯一的女性 然後最近呢 靠著這個 我們的 可樂果 對 然後在抖音上面 哇這個 千百萬的點閱率 太靠近了 太靠近了 最近剛從澳洲回來的女朋友 掌聲歡迎家喻 嗨 嗨 嗨 來說一下最近在幹嘛 喔我最近就是很認真在那個 減肥 喔減肥 哇我覺得其實 蠻明顯的 謝謝啦 謝謝啦 你本來都瘦 就是你 什麼啦 是你這樣子問嗎 人要問嗎 喔對不起 那馬座你會哭 你會怎麼問 什麼意思 哇那你 之前在體重機上的時候 那個指針大概是在那裡 哪有差別 而且現在 真的 體重機其實已經很少見了 可是我都電子數 我現在是電子數位 對 我可以講我最重的體重 喔最重的 我人生最重巔峰應該是 120公斤 喔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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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公斤 120是我之前的體重 真的喔 對啊 可是那個120是很久以前的 這是我國中的時候 我國中就吃到120公斤了 所以那個 喔那個密度很高耶 對 你要吃 你也是女兒對不對 對啊 要小心 要小心 我覺得很棒的啊 我覺得男生如果想要長高 覺得自己很矮的話 其實小時候應該要把自己吃胖 因為你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你 營養養分夠了 你的那個橫向跟直向 一起發展 可是你 長大你還可以瘦 但你就不能 你就不會再變男了 不會 喔喔喔喔 身高不會變 對 男生小時候應該要狂 你是至少先把這個高度先養起來 對 先湊高然後再減肥 那長度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都下來沒有 這個 先養起來 先養起來 靠著養 靠著養 對 發展一個3D的那個 XYG 所以你在想要減肥是因為怎麼樣 為什麼會突然有這個 意念或想法 喔主要是因為那個 我八月要轉場 喔喔喔 其實我覺得減肥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個目標 OK 因為如果有個目標的話 你就執行起來 就會比較有動力 那你可以挑到 你的目標是誰 通常嗎 就是大概多少 我想一下喔 欸你為什麼比馬克 高明一點喔 就是比較硬 就是馬克 比較具體 我是希望我的體脂 先到二開頭 喔喔喔喔 因為現在大概三十出 喔喔喔 想要 你怎麼 什麼意思 這麼什麼 是這麼棒嗎 不棒 不棒 絕對蠻厲害的 這之前你的話 真的瘦超棒 先不要再想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你現在一定要剪斷 這超像那種 綜藝結婚在脈絡的遊戲 你就讓人家放下走 現在就是下半次 還是有點那個小胖胖 那就是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我的醜屁屁 哇喔喔喔 不得了 我沒有想到我這一天 我不是來做喜劇的嗎 希望你八月能夠 達成你的目標好不好 OK 可以嗎 努力 可以 可以 不過大家知道 就是八月這個嘉譽有專場 所以如果有喜歡 可以去支持一下 可以丟 謝謝 好來接下來這一位 哇這個厲害 看到帶藍色帽子 就知道 柴哥的翻版 好不好 也是一樣 馬克最近在幹什麼呢 馬克最近在幹什麼呢 最近喔 最近就是想要準備自己的婚禮 跟 所以 首先呢先想要請教這個結婚事件 他剛剛在笑 他剛剛在笑 是專長的 笑的原因是什麼 笑的原因是什麼 走了走了 又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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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觀眾 對 大家介紹一下馬克之前結婚 然後又離婚了 是是是 然後現在又要結婚了 對對對 很期待不久的加結婚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剛聽到結婚十年喔 特別想請教一下 怎麼維持啊 剛剛講我們呢 維持婚姻 好 至少先撐過前半年 哈哈哈哈 怎麼說要結婚幾月的時候 八月 唉唷 家喻時間症狀 我問一下 讓我辦遜尼的婚禮可以嗎 哈哈哈哈 高老師 不錯欸 我正好缺表演啊 中間的時間 錢 錢個一個小時給 你什麼時候要辦 八月初 八月初 八月初在台北 可是我整個八月會北中南 所以 有機會可以敲一下 喔 我是八月十號 那是七夕 禮拜友 喔 那天是七夕 欸那個商務 七夕啊 我想說 講得很詳細了 中午11點 到2點 中午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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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覺得準備婚禮 最辛苦的是什麼部分 最辛苦 就是 哇 準備婚禮的東西好多 這邊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我沒有辦婚禮 哈哈哈哈 我想哇老天爺 給我這個機會 差不多應該要 要辦了吧 對不對 這次如果再不辦 就會有第三次機會 哈哈哈 所以趕快辦一下 然後想說 哇 要準備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多欸 要拍婚紗照 然後你要想節目 要流程 然後又要餅 然後餅又要調 大餅還是小餅 很複雜 很複雜 好複雜 大餅好像不在 哈哈哈哈 小餅還是 小餅 鮮惡化的 好低音 好救的消化 希望你這個婚禮呢 辦得順利 好 謝謝謝謝 好來最後一位了 曼財就是前輩 掌握歡迎夏大寶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寶現在只有在做 曼財也有在做這個即興劇嗎 對 對 我最近有在教書 喔 我要教國中生 喔 這是喜劇嗎 還就是 現在國中都有所謂的表演藝術課 然後我是表演書老師 喔 OK 那學生會不會很難帶啊 我覺得現在的國中生 現在的國中生情緒管理有多差 蛤 喔 怎麼說什麼啊 好想聽喔 不是我就是剛好遇到那種 一般老都是那種特教生 是 所謂特教生不是 對他們有歧視或偏近 但是他們可能在情緒管理上 會很差 就是不願意看著你的臉講話 喔 然後或者是在第三個 他會這樣子看 說不定的就要 斜視斜斜斜 斜視 沒有我是真的 他很生氣 然後我就說 那個 我看著我 他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把他獵拳 他就在看著我的眼睛 他就在地圖看著我的眼睛 不要 不要 我怎麼會這樣 好叛逆喔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或訣竅就是讓他們 能夠聽你的話之類的 沒有 就是沒有 我會想說 反正我也是收人家的錢 就是 拿錢辦事 他應該這樣講 我會盡量的 就是 化解他的心結 因為他有一些心結過不去 他有什麼心結喔 好想知道 就是他騎在別人身上 對 蛤 蛤 騎 騎嗎 他們其實是想騎來騎 是不是應該先下來再說 我就說是你先騎的嗎 不是 他是 他先變成牛的 什麼故事 我聽不懂 會牛 就在第二節課的時候 有個同學忽然變成牛 那同學A 同學A想騎 同學B 是 那同學B是牛的角色 同學A是 我不知道木童嗎 有沒有 那同學A想騎 同學B 那他們有時候會騎來騎去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說不太清楚 他們誰是牛 就是不容的 那他說 是他先變成牛的 我才騎他的 喔 那就是 因為我們 他當然在意那個事情的因果 對 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要騎阿 喔 我說你騎他是事實 那我騎他 可是他先變牛的 喔 那你不要太激動 是老師的錯 老師都沒有看到我 對啊 剛剛道歉 我剛剛道歉說 對不起老師 我沒有看到你變成牛 我下次會注意 你為什麼這樣阿 不知道怎麼辦 變成牛的儀式是什麼 要什麼 我不知道 知道真的 我認識不知道 哇大老師好辛苦喔 好辛苦 對啊 哇大師 你笑翻耶 真有趣 你那個牛要給我教他 他從木頭 你有沒有指導他說 欸 因為你演的那個牛 我不是很像 所以老師看不懂 那牛我應該要怎麼演這樣 喔喔 所以我應該要在地上示範給他 那同學A騎我 騎我 都什麼毛病阿 不會吧 好啦 那感覺大家最近都很忙 然後 還辛苦的 好 那個 剛幫大家介紹完一遍演員之後 好 接下來進入我們今天 正式的節目了 我們今天的狀況 狀況呢是 就是我會講一個新聞 大家呢最近可能有開些新聞時事 然後呢有什麼 觀點或想法 會覺得欸有趣 或是有某些論證或假說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在你的白板上面 好 然後寫出來的想法就舉手 然後呢我就會請你公佈你的想法論證 然後呢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最後呢我們會請觀眾來覺得說 欸 你這個論證 有沒有可能是真的 不太可能全是真的 但有沒有可能 欸好像有點道理這樣子 這些聲明 都是台上 所以都是開玩笑的 所以你不要嚴上我們好不好 OK OK 這是什麼 自殺 我們先來第一題 第一題 我們就先來個大一點 好 那個黃子椒的事件 太大了吧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大明大告 我們想看有沒有 最極關的狀況 或是大家會不會有什麼想法 或許有些不同的觀點 黃子椒的新聞 如果大家的話 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呢 他之前密度的事件之後咧 然後最近警方呢 就是從他的命碟裡 4TV裡面發現 七部未成年的少女的命片 然後他去這個創意思法論壇裡面 下載下來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新聞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或讀 好所以大家可以開始了 對 這個 但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說 哇黃子椒不對啊 或是說這些 但這個就是很一般的看法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 往後講不清 我們之前有講過 比方說我覺得黃子椒很棒 好 前面說說這不對的 我大家表情變了 不好意思 我說你這是開玩笑 這不是認真的 但我想說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好馬克先好了 馬克好來 對黃子椒新聞 你有什麼論證或觀點或講說 來請開始 我覺得 應該要 推薦給大家一個網站 J-A-B-L-E J-A-B-O 不知道 剛才有幾個男性下人 這是一個非常 每天都會更新 配合很多的網站 那你只要上這個網站 就不會有 影片要存在硬碟的問題 水空間是不是 我們個人覺得還可以加上 MISS AV 喔MISS AV 可以預覽 可以預覽 他那個小哥配預覽 小哥配預覽 可以知道裡面的配額是什麼 我比較不容易採 還是要問寶哥 還是要問寶哥啊 專業 真的太不舒服了 真的太不舒服了 所以你覺得說 用J-A-B-L-E 可以取代 不是 我是覺得可以用網路 就可以取代硬碟 喔 好實際喔 好實際喔 沒有人在下載的 比較實際 誰在下載啊 家裡是不是還在用錄音帶啊 真的耶 不過今天上網才會下載 誰會下載 誰會下載 如果只是瀏覽的話可以嗎 瀏覽 你說瀏覽 不要啦 你可以用那個無痕視窗 我都在無痕看 我都在無痕看 像我們是關掉 黃子嬌今天用無痕視窗看 衛生他可能就不會被抓到什麼 對啊 你看 他就沒有先來聽我們的咖啡 還是他用So Shark 你很 喔 這樣就抓到 進夜會的黃線 因為這個 這個是那一家 偏偏偏偏偏 還有2.1折的螢幕 對喔 所以說不應該要下載用JABLE 然後網路上看就可以了 對啊 不懂為什麼他要下載 對對對 這個觀點蠻有趣的喔 好 真的有趣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 平常見的是看不到 就是只有網路上 這樣JABLE是 一般的A片都看得到 但是一般看不到 慧晨年的少女片 喔 所以就可能 他就被塞除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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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沒有一個蘿莉分類 喔厲害 開玩笑 我找很久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但是我其實 我覺得要強烈譴責 這些社群網站 他們下個標題 唉唷 不要說台灣 出來都在講韓文 哈哈 超討厭 喔對 這個不行 這個同手武器不行嗎 他那個QA怎麼過的 不是 影片不用省合嗎 好我覺得我們現在宅男位 跟色情位 太多了太多了 中文 中文 好來來來 剛剛這個論述啊 覺得呢 喔這個觀點好像有點道理的 來 請舉手 喔 這一模就是什麼 這一模就是什麼 好看來是這一模的問題 好 其實不是什麼觀點 但我覺得 這整件事情 我們學到一件事情 那我學到了 那我學到了 我先說我覺得這個 寧願 哈哈 我覺得真的是不好 就是 貴哲田那件事情 真不好 但我覺得其實應該要鼓勵練頭 走出來 你這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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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來 你們聽我講 他們之所以今天被逼到去下載影片 對 是因為他們的性癖 我被大家理解 喔 對 這件事情是你得盡 我覺得有這個性癖 不是他的為名 他可能就是喜歡 啊可是 你要鼓勵他出來 啊你說 然後他如果有一個 open mic他可以大聲的在台上大喊 你現在看焦哥如果在台上大喊 我就是喜歡幹小孩 就會被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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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論還好 我們台灣是鼓勵言論自由 你不要做我都沒問題 但是 把他說出來 他說定可以找到跟他志同道合的 然後組成一個團 更可怕 更可怕 然後 手藝群其實成年了 但是他的身體抄襲小孩 的人 只要他可以說出來 搞不好這世界上真的有這樣子的人啊 有解法制裁要先站住 一幕四月是那個電童大遊行之一 那自己走出來 好可怕喔 就是你說出來這個灰色地帶 大家比較容易分清楚 啊 你就是喜歡戀童 啊我剛好身邊 我的姐姐 啊我的 我是我的 啊 啊 啊 你也出來 大家身體超級像小孩子的喔 啊你要不要 喔 喔 喔 好合意 就是 就是要有合意啦 合意 合意 重點是合意啦 他重點是 要成年 成年 他身體超級裸力 喔 朱鱸朱鱸這樣 朱鱸可以 朱鱸 哈哈哈 開了另外一個地獄了 不行我開了另外一站 地獄的大門 你再次講一下合意 但是他先說出來 因為他不說 沒了就知道 我這個世界我找不到 我沒有辦法再找到這樣的人 所以我只好就嚇著 是這個社會比較的 所以他如果今天 所以他們說是社會的錯 喔 哈哈哈哈 老天 老天 我是覺得說出來 搞不好 說不定說出來 覺得大家覺得吃了疾病 少到疾病 我們一定有個解決方法 喔 所以鼓勵電童的人全部站出來 站出來 我說我就是喜歡 小朋友 對 但說不定他們可以做右肌的人 他們搞不好還可以做一些幼兒產業 誰敢 誰敢 欸 Ni 客人 妳有沒有講 像在這種批號的人 他們都特別喜歡小孩 altri就是 你跟我說老子今天做了什麼 今天整個检查 這不是羊肉活棘是什麼 你就是你有那個警覺感 然後呢他也被 社會大眾給檢視 我強調是檢視 因為他有這拼號他就已經掛著我喜歡練頭 那大家都會異樣的認識看話 他看他的時候他就不敢真的做這種事情 OK 好 我覺得自己操作的時候我等一下打英雄我一定要報警 我要來表決了 我不能讓你之後也不能繼續玩下去 好苦 我只是想想了想想 想想有辦法吧 我不是一切資格了 好 太累了 好 來 覺得 剛剛大寶這理論好像有點道理的請舉手 還真的有啊 還真的有啊 說出來 不能做 真的不能做 在訪的事情就是不能做 說說可以 好 我們這個論點再努力一下 好 來 最後大雕博士了 因為這個問題就我想了很久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大一個問題 我現在就想了 我現在就想了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怕 因為我以前沒有想過說 戀童是一個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們以前喜劇演員常常在那邊開玩笑 尤其我以前有當過老師嘛 大家就說大家你是不是有戀童屁還是幹嘛的 然後 我就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不要這樣這個超哽咽啊 你這個超哽咽 你這個超哽咽超什麼的啊 天啊 我哪超超哽咽啊 我們以前都開玩笑嘛 然後就開玩笑就覺得 好笑好笑好笑 也不以為意 對 沒意 然後我就想說 戀童屁感覺是這種美國的節目 然後怎麼會有出現那種 假說戀童屁 然後我想說台灣不會有 欸 結果真的有 是 而且就是 就是黃子鷹就是活生生的一個 我們好像很熟悉的一個 對 沒錯 然後就覺得 哇這個 才突然覺得說很可怕 然後自己很 就有那種害怕跟那種擔心出現 是是是 然後我對這個問題我也想很深 因為我想說 黃子鷹他這樣子 他現在好像是沒有起訴嘛 對不對 還起訴 好像還起訴 然後我想說這樣 其實他如果真的有做這些犯罪的事情 就大家好像比較希望他受到一些懲罰 對 受到懲罰他能夠獲得一些教訓 我就想說 欸 這樣子 戀童屁我們要給他什麼樣的懲罰 對啊 怎麼這麼懲罰 因為他做的是 不是說 除了說單純的喜歡小孩 還是有那種 那種 上那種網站 然後可以去用那種強迫啊 或是偷拍啊 那種未成年的小孩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要懲罰他 是不是要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怎麼會怎麼做 對不對 你看偷拍別人的 你自己就要被偷拍 傳給別人看 是黃子鷹就被偷拍 所以他那個 你覺得自己被偷拍 就不是偷拍啊 不不不不 啊就是別人偷拍他嘛 別人偷拍他嘛 就別人偷拍他 不會偷拍他 然後偷拍他 然後上傳 以牙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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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 對我們就覺得這樣子 對我們就覺得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就想說 欸這樣 這個好像 邏輯上又有一點點的 這個疏漏 有疏漏怎麼說 因為 會不會他就喜歡被偷拍 有的人是喜歡被偷拍啊 有啦 他一直在等人家 以牙還牙他 沒有等到 會等到 我順便投票 他順便偷拍而已 就想這拍 對不對 我就覺得說 會不會有這樣 有的人喜歡被偷拍嗎 我就喜歡這樣露出 然後想說 欸不行 有漏洞嗎 對不對 這有漏洞嗎 就是說 我們要做的應該是說 他 他喜歡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 懲罰他 不讓他做 不是 要讓他做他不喜歡的事情 不喜歡什麼 除了不喜歡還要做 除了 禁止他 不讓他做喜歡 還要做他不喜歡的 才懲罰他嘛 對 他喜歡看 年輕幼童的 就讓他看 對 對 YKD 日子 對 對不對 就給他看 他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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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說 那個牢房會是 也是強 然後24號都 對 眼睛被這樣子撐著 他在屁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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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會發 就這樣懲罰一下 好 所以解決就是 還沒還沒 還沒 因為我想要你撐 我想要你撐 我真的花很多時間在這思考 可是我後來就想說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喔 因為我以前啊 曾經在那個那種感化院教過小朋友 那他們就有些什麼吸毒啊 什麼一些小的犯罪那種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你沒去懲罰他們 你懲罰他們 他們其實只會受傷 出來也是一樣在去做那些壞事嘛 那去引導 重點是引導 所以是引導 所以我就覺得說 像創意私房這種東西 我們就很想覺得說 我們就懲罰他 破獲他 把他剿滅他 然後懲罰他們不對 我們就阻擋 疏擋 就直接把裡面的幼童的片 換成八十路的人 就進去 大家繳會費 就會覺得 欸 怎麼都八十路的 名稱還沒有變 名稱還沒有變 幼兒 你去八十路 就是一般社群網站在做的事情 對 今天要講啊 就是他這種啊 我們現在被騙的就是這種 就這種 就引導他 我就覺得 這就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OK 好 對 不會不會來可能大家要小心家園的老人家 安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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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們 安邁 安邁 我覺得到那一刻我已經不會擔心 我會是感到欣慰 就是 安邁 到現在還可以做出來 他好像還滿有實力的 身體滿好 對 還滿硬道的 真的耶 OK好 所以裡面就是 哇好複雜很深耶 好複雜就複雜 哇有三層耶 好所以就是要把這些變成80度的 懲罰他們看 然後裡面的全部還成80歲的APIT OK好 我不知道 我想問問大家博士一個問題 就是練童癖他們是 你問我好像我是 我怎麼不知道 你怎麼會研究啊 正式 正式 就是練童癖到底是喜歡他們的 像小孩子的外表 還是喜歡他們的實際年齡 因為你剛剛說那個80度 他有可能就是一個國中生 可是他長的就是 很長的很操勞 那這樣子還 可不可以 這樣子可不可以 我一直在疑問啊 實際年齡不可以啦 不能為他 對不能為他 你可以看 看那個真的老人台片 不會看 長得像老人的 不整牛台片 OKOK 我跟阿晴 我跟阿晴 沒看到也蠻烈性的 像不整齡的 好 來來投票 這個觀點的話 他說懲罰 就是呢 把全部改成85的 這個論點你稍微可以接受的 請舉手 唉唷 等一下 等一下 是南海市場 不錯不錯 這個也挺好的 挺好的 我不知道我做什麼節目 但是 有沒有意思喔 我對於戀童P 打開了新的一扇大門 快就來到10點45分 好快喔 好快喔 這個喜劇演員 如何治療精神疾病 不知道為什麼要問你們欸 否認真的發問 你覺得 如何治療精神疾病 大概我是想很深 有沒有 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們喜劇演員 其實我們得了一種病 就是比方說 我們會把悲傷藏在心裡面 把歡笑帶給大家 之類的 或是呢其實我們很久之後 就會想要逼別人笑 就是我們會有一種 某種刺虐性 有了馬克克有答案的 他來 你覺得是不是治療精神疾病 我覺得治療精神疾病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上Jerro 哈哈哈哈 不要啊 可以自白病 有什麼問題 靠一槍都可以解決 如果不行就靠兩槍 你是找Jerro喔 放鬆心情喔 放鬆心情 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OK挺好的 來其他人呢 那真的 那真的 你要說大家都說 我們在搞笑 對啊 那你覺得如何治療精神疾病 沒有我覺得其實不見得是治療 而是我覺得病人手下有病識感 喔 認真耶 認真 認真 另外齁 我有蠻多朋友 有這類的方法 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先讓他 理解病識感 這件事情 就是他是生病人 因為很多 我覺得 比如說精神觀念症 或是 躁鬱或憂鬱等人 他們其實不知道自己有病 可是其實就旁人的眼光來看 他也套脫了生活的常規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應該要 我覺得永遠都是陪伴 但永遠陪的指的是 我們生活的人 就是每個都是個體 都真的只能做到陪伴 重點還是自己 那如果他自己要知道有病 他自己要知道有病 這真的很重要 所以 那不突然就在那邊是 可是寶哥 大家說 幹小孩 你現在怎麼 他要怎麼樣自己知道自己有病 沒有我覺得主要是 我覺得還是要有旁人的提示跟陪伴 去讓他理解 他其實現在所作所人是有避世 他 各個要有避世感 其實他自己不會知道 所以他多了 稍微提示他一下 提示他或是陪伴 因為其實這時候最重要的 不見得是 不見得是 有的人會強制的說 你不要做什麼 或你不應該做什麼 可是有時候 他其實只需要有人 靜靜的聽他說 好 緊拼或是陪伴 這都是天對精神經濟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 爸爸我們都有在陪伴 對我們都有在陪伴你 陪伴你 再出啦 再出啦 有時候就是不知道 怎麼給他一點暗示 哈哈哈哈 竟然你都講出來 那我靜止的時候 會不會那個人跟你講什麼 靜止裡面跟 我跟他採集 是啦 是啦 這好聽人聽一點 聽人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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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說陪伴 陪伴 最好的解藥 來另外一起來快點想吧 我覺得好像 因為很多說這個 眼睛神經濟是人 那種比較 就什麼叫正常人 什麼叫做不正常的人 其實比較出來 所以 就是 遠敵人群 遠敵人群 遠敵人群就這樣不會得進去 對對對 真的真的 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 跟人很密切接觸的時候 就會比較 對啊 就會比較 稍微脫離社群啊 人群這樣子 okok 還有一個其實有沒有幫助的 去運動 去運動 腦內的那個多巴 還是什麼 什麼和的 腦內的 腦內的腦內 腦內的腦內很厲害 哇 哇 自產自銷 哇 我們下一行 四位 你們覺得什麼時候 要退休 你們都是喜劇 什麼時候 覺得自己 要退休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有有有有 來來來來 這是 被找到電動的那一天 就該退休了 對 對 哇 這真的要退休 你不退休 你不退休 被動退休 被動退休 其他人呢 你們自己覺得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 真的喜劇做不下去不行 或是說 我應該 就是好好休息 你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馬克 馬克來 你覺得什麼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 喜劇生涯要退休 我覺得當 身邊周遭所有的人 都 感到快樂的時候 哇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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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講的 這絕技很帥 這絕技很帥 大概有0.5秒 覺得我們這個答案 蠻屌的 超級帥 像這個 醬寶漫畫 裡面會出現的台 等到全世界的人都快樂 的時候 我就退休 截圖下來 讓你的臉 好帥 你過世的時候 貼上去 哈哈哈哈 那你先抱著講 我剛剛沒有感覺很厲害 抱著自己迷 抱著自己迷 好 來另外兩位 有嗎 有想過這件事情嗎 說喜劇 從喜劇退休 對啊 我是覺得我已經退休了 哈哈哈哈 他已經退了 因為我覺得已經 已經跟不上現在的那個 喔怎麼說 你怎麼會覺得跟不上現在的 因為我覺得好像現在 大家的那個程度都很高 而且就是 我覺得現在的open mind 可能都比以前的售票 可能都還要強 喔喔喔喔 我自己是很少出現 但我也有來 如果有剛好看到 就有這種感覺 是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喔好像已經不是我的年代 我跟不上 跟不上 跟不上 那你現在最欣賞的喜劇演員 你覺得 哇真的經過的話 你覺得 我怎麼沒在看 哈哈哈哈 因為你覺得目前啊 你不用到現在來看 就是像說 柏恩啊柏恩啊 你還是覺得是柏恩是嗎 因為我已經大概 才能有三年 完全沒有看喜劇 然後 但是三年前是柏恩 因為我那個 我網路也不看 是 那偶爾會真的跳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太紅還怎樣 嗯 柏恩的曾經有跳過 就什麼大概巨蛋 什麼講 脫口秀這 是是是 哇可是那個小片都要想說 剪出來應該會很精彩 就欸好像也 我會覺得他是不是有點不情願在做這個表演 我會覺得他是不是有點不情願在做這個表演 就覺得沒有他以前那麼有動機啊 就好像很精彩這樣 我覺得他 他自己都覺得無聊 哦 我不會說我怎樣 因為我看他就是 一個高度這樣子 就覺得他很棒 欸可是我覺得他自己可能也不會 覺得自己這個講得很好吧 這個好像 這個 跟我們聊天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的觀點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 他可能精彩的沒有剪出來 他就讓我們叫他買票去看 可是那個剪出來的小小一段 我就覺得 還好他沒有不開心 這個是全數才敢講這些話 哈哈哈哈 都敢講 超喜歡 對 我剛年啊 對我啊 一張點柏恩 然後出道就把他做我主持 哈哈哈哈 沒有話啊 好謝謝 我也把這段剪給柏恩 哈哈哈哈 好 大寶大寶有想到什麼時候 我沒有想過 我覺得其實沒有想過 應該說我覺得 不見得是退休 是你可以 對這個產業做不一樣的事情 你可能不是 真的一直都在第一線 那你可以退居 比如說 去產出新的人才 或是你去做 就是 欸這是產出還是產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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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能沒有想過 就是很明確的退休 但只有 不被需要 就是這樣 就當表 市場不需要你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說 教學 教學 或是可能 做一些真的自己喜歡的東西 幕後的東西 也許是一張 好 來最後 最後一題了 喜劇演員心目中的最高成就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解釋 好正式喔 對啊 你有一些爛個問題啦 我可以問一下你的題目 哪裏Pose到柏恩 好爛 這問題也有 我覺得這在二三啊 不然咧 你最想知道的問題嗎 啊他們今天有來到聖場嗎 沒有 他們知道 這是很深的問題 真的很深的問題 對啊 我覺得可以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想 喔馬克 你覺得喜劇演員心中最高的成就是什麼 這個絕對是所有喜劇演員 行中最高的成就 是是是 不用再寄生Netflix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可以自己來 好好解釋 就是因為 Netflix有很多單頭喜劇的 專長的片段 嗯 那我們喜劇演員就很想看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錢 哈哈哈哈 連那個四個人 弄一個湊一個家庫的都沒有 然後因為我們是 單頭喜劇演員 所以 人際關係也不太好 哈哈哈哈 沒有什麼 你會借我們 對啊 所以我們通常都湊湊的寄生 喔 寄生是什麼意思 就是 四個人用一個帳號 對啊 四個人用一個帳號 不算寄生 哦 十四個人用一個帳號 然後你把你帳號再給別人 哈哈哈哈 都大通通 寄生就寄生 因為帳號 不是會抓了嗎 對啊 現在就會抓 所以很討厭啊 我就找不到邊 哈哈哈哈 好啦 我給你好嗎 我家還有一個位置 幹嘛 我馬上這個 我達成我的最高成就 我太快笑了 欸 一個月付56塊台幣好不好 還是要錢 哈哈哈哈 就射氣生人就是本人目前的啊 不是 好 其他人欸對啊 覺得你自己怎麼樣 新劇演員 我有一個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來聽聽看 就我覺得我這輩子的夢想就是 我想要邊 旅遊邊講 stand up 就我到世界各地我都可以講 喔喔 就是各地去環遊世界 對對對 所以我 旅遊跟蔣博爾秀嗎 還有 有 有打碰嗎 你是 叫我叫我叫我 是不是 這是 台面下的事情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因為 可是這個其實跟語言有關係 就是你好像 你一定要涉略更多的語言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到各國旁邊照這樣子 對 除非我們有一天用意識溝通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看 然後你們就 聽到我的笑話 很可怕 我很好奇喔 你這次不去澳洲 不是還是講中文嗎 對阿 那有什麼差 對阿 跟語言不是到處都在 有差阿 你在澳洲 你看如果你去巴國 巴國可能還可以 如果你去那個什麼 那要講什麼 巴翠倫的話 來巴翠的國家 你可能就沒辦法做中文的 為什麼 為什麼換地鋼不能講 因為華人比較少阿 就你現在就只能去華人 觀眾樹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 對我們還是要等待那個 三維世界的到來 三體啦 三體 有一天我們用意識溝通的時候 全世界我只要看著 他們就會跟著笑 所以我只要在 我只要在心裡面想 笑話就可以了 喔 OK好 但這樣如果講 講渣了 或是有些小朋友好像也會被聽到了 就是如果我講到一半就 啊 糟了 忘記了 好像也會聽到 對 那我的夢想就是可以到個體講 好來兩位了 來 大家 退休了還有齊聚演員心目中的最高成就嗎 有 我已經 現在已經達到了 喔 喔 因為我覺得現在跟大家在這個台上 就已經 就已經是最高成就了 你都醉了吧 哈哈哈哈 好弱喔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 然後跟一些夥伴這樣子 就是最高成就 不用跟別人比較 喔 跟自己比較 對對對 可以在我那一頁 翻下一頁 哈哈哈哈 那一頁都算一頁 比較算一頁好不好 對對對 當全世界的人都感到 不然那個時候我就算兇 下一頁 下一頁 快下一頁 說 算算的講 剛剛那一句 哈哈哈哈 喂 喂 三台都做球給你耶 對 隨便講一下 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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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覺得每一個人 做戲劇一定有 他自己的 那個 初衷啊 他想要什麼 也跟不一樣啊 所以我現在覺得 我這樣就已經很爽了 對啊 不一定要像 像 柏恩賣票很多 這樣子 好 再多講幾個 柏恩的話 哈哈哈哈 好 好 大寶珍交給你了 剛剛的結尾還不OK 寫劇演員的最高成就 我覺得就是 如果哪一天他走了 可以 一個 寫劇演員被 大家記住的話 應該就是最高成就吧 哇 哇 哇 這切實 我就像是三豬他下面都說 你超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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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成就嗎 我是在認識他本 對不對 我覺得很棒啊 所以你啊 你現在你自己覺得 做到什麼 我做到什麼 寶哥 寶哥到時候我會去留你在外面 我喜欢 و 超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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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欸 你要不要打錯 打加一就好了 加一有多敷衍的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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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還要往上開的時候倒你第一次說 超敷衍的 打中文有這麼難嗎 大寶好好笑的 或者是打加一吧 加一搞不好上面那個講的難聽的話 加一好不好 對阿 做到什麼 我覺得就是 做到什麼 那個 當牛阿 笑話 做到有些學生願意騎你 老師也牛很牛 牛逼阿 有沒有觀眾想要提問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話我們就要收工囉 喔有欸有欸 好來這位觀眾請說 附中的同學 南天騎士團 想問一下大家怎麼理解挫敗這回事 喔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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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 steeple 天到 Manson也有點同胃欸 走壞他們的多好嗎 走壞他們的多好啊 我們現在都是 bends 他們也急最好的問題就是這個 離過婚的 萨泰爾開始 對阿 搶頭好笑的 不然 你這個挫敗也結合體學 不要不要 好 我完誰 這好多追求 那我招到現在 可能很力士了吧 原來你知道我自己生了 挫敗的緊 pressure 面對挫敗 對面對挫敗 喔這蠻好的欸 我們用這個來收規 大家在想想平常的話就是 面對挫敗 哇今天砸場了 不好笑 對 大家通常會怎麼去面對 比較說open might 練習習慣 先問問看 好好大家好 好我大概已經剛好前幾天才問我 喔真的喔 就忙看電視 然後我們看影集啊 然後影集裡面他好像 叫做一個影集 我覺得他好像看著迷路寶貝 Netflix上面有 他主角就是要想要當一個脫口秀演員這樣 然後他就會去講那個 然後但是有時候很難笑 然後他也就問我說 欸那很難笑的時候怎麼辦 我說 啊就落荒而逃 但是不要被發現你在落荒而逃 喔要裝一下 對對對 就是我以前就是 想辦法趕快落荒而逃 可是不能被看出 我在落荒而逃 喔 OK 就還是要就是讓觀眾不要發現就對了 對 這是面對挫折的方式 不是 對 就是該做的你還是做一做 還是要做的啊 還是做一做對啊 不然怎麼辦 OK好 裝也是一個做法 我有 來 家喻你覺得 你面對挫折 我面對挫敗我會想 比我更慘的人 喔 比較好 你有想到我們 我沒有想到他有什麼事 他今天回去六塊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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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現在要把客人直接覺得沒事了 喔喔喔喔喔喔 但這個是真的 喔喔喔喔喔 我如果 呃 早上會演出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想想 你都想誰 你都想誰 我還要我打算要退休 快想要抽 但我就是會想想 我就沒事 他都可以撐過去 我也可以撐過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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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話大概是男生來女生 哈哈哈哈 男生啊 男生就突然很多了 喔喔喔喔 所以就是 讓大家留一個懸念啦 哈哈哈哈 怎麼變得這麼非玉琴感 哈哈哈哈 因為像我在看成大片的狀況 OK 大寶 你自己面對挫折的 我覺得 我剛剛在想這個問題是 如果挫敗本身 我把它歸類成一個同意詞 就對我而言有點類似 我覺得他跟 你是不是要講帥帥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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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覺得他跟 你怎麼去看這件事情有關 就是我認為 挫敗跟暫停是有關的 如果你在停下那個當下 你一直在看這件事情 那當然是個挫敗 可是如果你可以持續做這件事情 他只會是你一個 過去 他只會是一個過去 就繼續做不要停 我覺得時間點很重要 你怎麼樣去看待你現在的這件事情 那如果他 你認為他真的是一個挫敗 那你幾年後再看你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 他可能不見得那麼嚴重 就是這個挫敗 就像嘉奕說的 他是可以被比較 比較讓自己稍微舒坦一點 那比較的對象 可以是對方 也可以是未來的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你如果 暫停了這個時間去 很嚴重的讓自己 在這個挫敗中 打滾的話 那你當然會深陷一個 很負面的情緒 但是如果你可以 紅過來講 就像你剛剛說的 我其實蠻多演出出包的 就是 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 反正他最低要被關了 我曾經在一個主持的會場上 然後在主持 我是主持人 然後我就說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我們的那個 他是理事長 我們的理事長出 豬 然後我大概停了三拍 嗯 然後學恨 然後他就打電話來罵到我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做那個手稿 就是我把那個小超 就是那個手稿做太小 所以我其實沒有辦法 唸出豬學恨三個字 那我那時候就豬 然後停了三拍 一二三 然後講學恨 然後他就不熟 所以你是那個小卡 豬 然後說 煩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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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要跟他聽主持 不知道 卡要做得不大一點 我不知道 我就豬 反學恨 他就不爽 我時候看 他也入獄了 他也入獄了 他就確定 其實 放寬來看都還好 反正就是能持續往前走 然後不要背過去 這個挫敗給聽主持 最後馬克主持 來 我其實有點跟家喻還有大寶蠻像的 你要抄別人 你真的加一加二 你真的加一加二 我認識他們的這個進展下一步 好 我覺得面對挫敗就是要享受他 喔 嗯 帥 你再加一夜 再加一夜 面對挫敗 算了 享受他 馬克主持 享受他 因為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很難得 任何感覺都是一種遊言 享受 是 不管是開心也好 悲傷也好 都是一種享受 你看如果你今天死掉 就沒有辦法感受到任何事情 是 所以就算是挫敗 你也可以好好的享受 欸我這個挫敗 我哪邊不好 OK 享受沒有 剛剛這些話 要適合馬克主問說 喔 錯 錯 太正面了 好所以享受他 所以要怎麼樣 有 誰 有 有業配喔 欸我想要問 微笑燈 喔 等一下 我想說我想了這麼好的燒味 你負責一下 對對對 你怎麼面對錯 面對錯話 怎麼辦 微笑大了 對啊 哭啊不安欸 哭啊 感覺乾癢 怎麼那個 對不對 之前參加 哇要怎麼說 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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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傾聽 有人沒辦法 我們會去留言 你最好笑 當你最好笑 不要 我跟你講做好笑 都沒什麼好話 我跟你說 我之前 那個什麼 賀爺秀 然後去上他的那個 演出 我很開心 準備超久的嗎 玩的時候 哇現場觀眾笑很開心 然後回去後台 每個人跟我說 超炸超炸超好笑 超好笑 我想說 看完了要紅色的話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當主腦 哇那以後 哇真的要好好來準備一下 這樣子 後來影片上完之後 咧 因為那天直播現場 就是首播我沒有看 然後呢 我女友看到 他就直接 我來個快點跳出來 他就跟我說 但你真的很好笑啦 哇 然後就幹回了 你知道嗎 然後下面被打爆 哇 沒有就過去 然後就過去 而且我發現 我越作敗 就是觀眾越開心的時候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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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參加了演唱 馬克魯斯舉辦 我那時候演超爛 結果呢 觀眾後來跟我說 哇真的你超好笑 真的我被他爆超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 我會在國中播你的那個影片 然後請他們去留言 哇塞 就請他們去留言 但沒有什麼 我先是他們 哇 你知道這是另類的霸靈 你知道嗎 就是你也吧 我有時候去國中教課 我也是會先播大家的影片 一輪 對對對 然後就知道 看他們真的很難笑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開始上課了 那我也會做類似的事 你會知道嗎 因為我現在在瘦山高中 教那個喜劇 喜劇社 我堅持一定要播其他人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可以看 這是上角的這種 喔 也很好玩 還好這樣子 哇我現在知道我影片下面 那些酸民留言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這樣混蛋 你怎麼都這樣 你怎麼都這樣看啊 你怎麼都這樣看啊 像他們去留言啊 謝謝 都在互相思想 好啦我們今天的這個 演出不負責任閒聊 到時結束 再次有掌聲 謝謝今天的四位女人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有機會還在剪下 所以也祝大家一個愉快的夜晚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